這個整得夠麗耶 我給你們看 這個餅皮真的很可以 你要是你自己吃的 不管我 哇喔 會哇喔 我老婆這樣子 因為整得沒有預算她這樣輸 我幫你開場 小美 你開場啊 不舒服啊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亮仔Steam OK 所以你們看到桌子上這些東西 就知道我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些 對 沒有錯 今天就是有一間糕點店 讓我開箱他們的糕點看好不好吃 所以今天我就來開箱這間店的一部分糕點 因為糕點店一定會有做很多不同的糕點 這些只是她店裡面的小小部分 我們先來試試看東西好不好吃先 太多東西了 真的不懂要吃什麼先 我覺得啦 我們從冷的東西先吃起 因為不然等一下不冷就不好吃 所以我想要試吃這個水果塔先 因為她講要放冰廚冷冷的時候拿出來才會比較好吃 我就試試看先 這邊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芒果的 一個是龍眼的 我們先來吃龍眼的先 因為昨天我不太得空所以沒有辦法開箱 放了冰廚放了一天才吃的 它的脆是那種酥脆那種好像吃餅乾的脆 不是那種硬硬的脆 所以它還是會脆脆這樣 它中間的那個cream這樣子的東西 我不懂是什麼啦 可能是起司還是什麼 不過我覺得很好吃啦 它上面的那個水果就是普通水果啦 你配什麼就是什麼口味咯 那水果就還很定 也是我覺得是ok的 然後那個cream好吃 ok我們現在來試吃這個芒果了 其實它兩個水果都很搭一些 蠻好吃的 可是它差別就在芒果的它會帶酸一點 龍眼的它是很甜的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吃甜一點的 可能你們會喜歡吃龍眼的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酸酸這樣子 比較開胃啦 所以這邊就是水果塔啦 下面一位 所以現在我們來試吃我們的 這個很明顯就是巧克力口味咯 這個的話等一下我試了 給你們知道 哇好像很綿密的感覺咧 哇它裡面是這樣 而且我 欸我覺得是榴槤欸 慘喔 你這麼有榴槤味咯 榴槤咧 哈哈哈哈 oh my god 它是它的cream榴槤還是蛋糕 我試吃看 你覺得是蛋糕咧 不錯喔 蛋糕是沒有味道 應該是cream 還好不可以吃 讓我出乎意料的是 它也不是原味也不是cheese 它是榴槤口味 它的榴槤的味道很濃郁 對對對很濃郁 不苦不甜 它不會是那種很甜很甜很膩的那種榴槤 它就是榴槤味啦 其實 很榴槤真的很榴槤 它是很濃郁的榴槤味 對 OK下面一位 我們來試吃這個 schwist raw巧克力口味的啦 不要又意外喔 看它中間有一塊東西 你可以先看 你看看 旁邊 欸這個很特別咧 你們看 你們看這個齁 它中間裡面有一塊東西 不用什麼來的咧 等下我試試看一次 這是cheese的棉花糖 哦 有可能是棉花糖 欸它總是給我們驚喜 哈哈哈哈 欸可以咧可以 讓人出乎意料 我還在想會不會 這個不是巧克力口味 等下給我一個咖啡口味 哈哈哈哈 我不管它是什麼口味啊 我可以跟你講 它的蛋糕很綿密 它不是那種粗粗的 是好吃的那種 它是這樣 之後它中間那塊不懂是什麼 還蠻弱味 你要試試看 你先試吃 等下的榴槤 Oh my God OK我試吃一口 巧克力來了 OK我試吃這個中間到底是什麼 很cheese的咧 它的cheese是那種整塊 喜歡吃cheese的人一定會很喜歡 它搭配在中間我覺得真的很絕配 其實我第一口吃的時候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它第一口我吃到的時候 它是很濃郁的巧克力味 所以對我來講是有點帶苦 吃到中間這邊的時候 它的cheese整塊有點綿密的cheese 然後cheese有帶一點鹹味 我覺得它綜合掉那個苦 把整個巧克力弄成很香的感覺 並不會有很苦的感覺 它變成香味掉 這個cheese真的很加分 欸你們看這個 這個它動一動一的 你看 對 OK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是這個cheese cake cheese cake我看 我目測這樣子啦 不是板藍的就是orien的啦 它不要又再給我驚喜啊 可以不要榴槤嗎 雖然是很多人很喜歡吃榴槤 OK我們來試試看 板藍的 哇小小的 這個不是小小的 哇很香耶 來試試看 好像棉花醬 而且它這個中間真的很綿密耶 不是那種柴柴柴厚實厚實的感覺 它是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它真的 我為什麼會形容入口即化 是因為 我放進嘴巴 我明明感覺到應該要咬到 可是我咬不到它 而且它很明顯是有一個蛋香味 我個人覺得是好吃 OK 下面一位 下面一位要吃哪一個先 這個很像Cally puff的東西 應該是Cally puff 應該是 我也不懂 等一下它處處有驚喜 我們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等一下又是榴槤的餡料 OK 我們來試試看 它的那個餅皮很脆的感覺 哇 它直接整個 它好像很多層的感覺 你看 你看它的餡 哇 可是這個讓我的感覺是 你已經不是在吃它的餡了 你要吃它的皮 很鬆耶 尤其是這塊 這塊最厚的這塊 哇 這個好吃耶 它Gaia是那種椰香的Gaia 不會很甜 然後也不會很重的Gaia味 我吃了這樣久我才去品嘗到它的Gaia味 因為它不會很重口味 所以它是一個淡香淡香這樣的感覺 這個餅皮 這個餅皮真的很可以 你要吃你自己吃的不管我 哇哦 會哇哦 我老婆這樣子 哇 因為真的沒有預算它這樣酥 不會甜 死甜那種是 而且它的餅皮真的有酥到讓你嚇到那種 我真的很推薦這個 這真的超好吃耶 這個不是簡單的好吃 我跟你們講 你們買了一下回去 我不懂它想賣的 你們買了回去 你一定會重新買的 這個 另外兩個是我的了啊 可以 沒問題 下面一位 我們的最後一輛 這個是蜜蜂窝 OK 這個就屬於我們食堂新年會吃的年餅了 所以顧名思義 它一定會有賣一些年餅 所以如果你們還沒有買年餅 或者有興趣想要年餅的話 你們也可以聯絡它 哇這種齁 我有吃過很地雷的咧 我喜歡吃飽飽的 啊對對對對 地雷的是那種厚厚的 然後又硬到半死咬不斷了 來我來試試看 這個夠力耶這個 這個你吃下去小完美的整身都是了 這個真的夠力耶 我給你們看 哇這個可以耶 它不是屬於很薄的那種 但是它真的很脆 它是酥脆的那種 哇這個好吃耶 而且它也不會很重口味 它有芝麻的香味 這個真的會讓人家一口接一口 越吃越爽口耶 這個給我剪片應該一天就完了 而且總結下來 我們今天吃的這幾樣東西 有水果塔 七楓蛋糕 然後水果肉 蜜蜂窩 跟這個 我認真講我最推薦 真的太好吃了 讓我意外的覺得好吃 所以我非常推薦你們可以試試看這個 這個應該是可以郵寄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們可以聯絡這個商家 然後看是怎樣賣的 看你們試吃過後 跟我的感覺是不是一樣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太好吃了 這個真的是我外面沒有吃到這樣酥脆的 所以其他的商品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啦 當然它也不只是賣這些 你們也可以去詢問它 它的聯絡方式在這裡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訂閱以及點贊 還有記得打開小鈴鐺 你們就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咯 See you in the next 開箱影片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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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